恭喜张东凉 十二韩组获得考核机会 真的吗 走吧 加油 谢谢 这一场戏 我是一个很痴心的形象 寻求网友们的协助 找到离开我的若涵 然后到他的家里等他 你好 我觉得张东凉 我看了 也是因为跟你那个 本身我对你的印象 有一个反差 我觉得很恐怖 因为他本身他那个样子斯文 也那种纠缠的就是 确实有一点变态 其实你看你抓起来那个椅子 就像你抓了一个棍子一样 多方面的原因支持你 好变态 那若涵你刚进来的时候 没有看到你觉得这个人很恐惧 你只是躲避他而已 就是他怎么又来了 我不想跟你发生什么 我对这段表演非常非常的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因为在表演当中有一个大忌 叫做表演情绪 就是因为你没有真的原动力 真的情绪出来 所以你就在表演情绪 曲若涵 我觉得你现在莫名其妙地知道了你自己的优点 或者说有可能平时被夸得太多了 所以你现在可能知道某一种看起来好的表演方式吧 所以就不交流了 就有好几处你都在思考自己 他给你了对吧 他给你地讯息你不接 对我感觉我有点自己动作 因为我记得中间有一个位置应该是在这儿的 那是我过去了 所以我刚才滋的一下 在分心 就不用有那些杂念 不用去在表演中思考 不需要 就是对手给我多大的能量 我就回馈给多大的能量 然后让两个人的所有的表达流动起来 其实有一些表演没有后悔 就是你当下 如果你想了这些 你要继续演下去 因为这里没有不可能说再来一次 什么这些 他比你要坚定很多 对 我认为演技就有两种 一种是明星演法 一种是演员演法 香港以前的很多红星都是采用明星演法 我感觉周润发 林青霞 很长时间都是用明星演法 大家都很接受 一点问题没有 认为他们演技很好 他们已经是明星嘛 可是到了某一个年龄 他们才会改用一个演员演法 就是真的 真心从里面出来的那种演法 现在也是演员演法的非常好的演员 刚才他们如果按明星演法都对了 按演员演法 那当然可以跳出很多骨头来 所以这个是有难度 不过没关系 这个是一个小考 过这个你们当一个尝试吧 我们现在要开始 要看你们能不能及格了 那你们先回避一下 谢谢老师 谢谢 你说的也对 他太有太多人太想他了 我本来是想选他演那个漫长的季节 但是我现在可能要挑回没有被挑中的人 我觉得其实你是对他有更高的要求 因为你知道他会 我对所有人都是最高的要求 是对的 但是我倒没有看到他们俩那么假 我是觉得真的已经 尤其是那个动量 他能坐到这个位置 我已经觉得挺了不起的了 我相信如果说两位导演才指导的话 他们俩没有问题 就他的是有基础的 两个人是有配合的 这么短的时间没有人指导 那你考任何学校 老师马上演一个什么主题 没有时间跟你商量 那就是十个人 十个人往下刷呀 谁会给时间呢 从我们那么小 十八十九岁考学 就已经面临这样的 就淘汰了呀 所以他这一组 我们给不给来过呢 我不给过 我觉得可以过 我觉得可以过 那我也 都够了 那至于选人的话 你就收回了吗 我收回了 对 我觉得如果 给张栋梁 因为我看他 你有变态的角色找他 真的他好变态 我觉得让他来 挑战一下 有点意思 我够了耶 哇 恭喜 妞妞 啥 下一组到了吗 下一组 下一组 接着 二组 结束了 五十三 七十六 你 情绪没了怎么回事 已经演过三十遍了 现在已经是疲惫了 怎么感觉 因为刚才舒服了 已经演过三十遍了 是考虑太多了的事吗 对 就是我在想我这个外形上 怎么跟这个 这个角色到底是 什么样的角色 如果说是那种 小惠惠的话 我是不是不能 这么乖 我可以剪一个 分头 就是看起来狠一点的 那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在你现在 这个头发的基础上 你把它弄得更乱一些 或者是更皮一些 我觉得有需要的话 就剪短吧 你觉得头发剪短 一时半会能剪好吗 不知道呀 我觉得 剪短会比较 有那种感觉 你自己是觉得 可以为了这个角色剪的 因为我们现场可能也没有发型师在 你可以帮我问一下就是 这个角色的感情都是藏在 内心深处的 然后通过眼神去悄悄地释放 但是我真正做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 还没有做到多少 你要剪头吧 真的吗 我这个形象肯定不行 你去那边不 你去找镜子吧 我调整一下去找你 好不好 我感觉黑色的床头发就 太乖了 也不用特别的 剪得特别的精细什么的 找一个那个人物的感觉就行了 明白 反正我觉得 如果更贴合角色一点 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晴晴 我一下就 坏起来了 好很多 我觉得他很拼啊 他把头发都剃了 我都惊呆了 你怎么跟白天长得不一样了 你是剪头了吗 他是剪的 他真的剪了 他是真剪了 你这个是头套吗 是头套 我不跟我不估他那么敬业 好拼啊 只是为了一个世纪把头发剃了 我就是现在很需要这样的机会 让自己做得更好 加油哥 老师们好 老师们好 哎 你头发都剪了 很草率的剪了几剪刀 还蛮有风格的 好是因为我们上午说说你们三个都头发发型一样是吧 然后他又戴了个帽子 好来 两位请回来 糟糕了 我开始矛盾了 那首语是刚学的吗 刚学的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有 因为因为剧目也是随其分的 明德你是有能力表演的 可是刚才 最后那一点好难受 好纠结 但是最后那个地方我没有看到 其实应该特别难过 但是我一点都没有难过 我觉得那个地方交代的不够很清楚 我早觉得 真不容易的 您听说的 你在后面就是 弟弟被抓之后的那些不够细 前面也没什么问题 那么短时间去拍一个这样的戏也差不多了 不过你们两个人比较来说 我还是比较喜欢警超的演法 因为他除了那首语之外 眼神也掌握得挺好的 可能今天他这个剪头发 什么都是很加分 肢体的那个圆我有看懂 所以他有点坐立不安 他那个脚会偶尔动向 我看到他心里面有一点活动 我觉得是好的 就感觉他俩特别能演真的 这游戏好难演 能这样那么年轻 我觉得也不错 警超很好啊 让我很意外 这是我需要思考一点 我应该思考的问题 我们要商量看你们能不能及格 好 因为我们自己前几遍变好 就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前 就好 麻木 确实是 我肯定不及格 肯定不是我正常的状态 就可能状态不太好 可能就是 希望下次可以做到 及格以上吧 我觉得你肯定及格 我觉得警超其实蛮可爱 不是 所以我很矛盾了 刚才警超又表现得挺好 所以我现在 又想让警超来演 那我现在怎么办呢 我已经选了王枪了 我这样 那我要王枪 因为我这个角色没有办法 必须得是 有年龄限制 你当然可以犹豫一下 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警超好 不是 但是名额是不是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我现在想选警超 我怎么办 你跟我商量啊 换了没关系的 那你们已经通知了 你再叫他 跟他说通知 不然又把你换掉了 就老发生了 在这个行业 对啊 常发生了 选了之后说 你不行 老发生了 让他们提前感受 然后有选吗 对 我就选警超嘛 警超演那个 演弟弟 这一场戏 我是一个很痴心的形象 寻求网友们的协助 找到离开我的若寒 然后到他的家里等他 你好吧 没错 我觉得张栋梁 我看了 就也是因为跟你那个 本身我对你的印象 有个反差 我觉得很恐怖 因为他本身 他那个样子斯文 演这种纠缠的就是 确实有一点变态 你看你抓起来 那个椅子 就像你抓了一个棍子一样 多方面的原因支持你 好变态 那若寒 你刚进来的时候 没有看到你觉得 这个人很恐惧 你只是躲避他而已 就是他怎么又来了 我不想跟你发生什么 我对这段表演 非常非常的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因为在表演当中 有一个大忌 叫做表演情绪 就是因为你没有 真的原动力 真的情绪出来 所以你就在表演情绪 曲若寒 我觉得你现在莫名其妙地 知道了你自己的优点 或者说有可能 平时被夸得太多了 所以你现在可能知道某一种 看起来好的表演方式吧 所以就不交流了 就有好几处 你都在思考自己 他给你了对吧 他给你递讯息你不接 对我感觉我有点记动作 因为我记得中间有一个位置 应该是在这儿的 那是我过去了 所以我刚才滋了一下 那些分心 就不用有那些杂念 不用去在表演中思考 不需要 就是对手给我多大的能量 我就回馈给多大的能量 然后让两个人的 所有的表达流动起来 其实有一些表演没有后悔 就是你当下 如果你想了这些 你要继续演下去 就快点调过来 因为这里没有不可能说 再来一次什么这些 对 它比你要坚定很多 对 我认为演技就有两种 一种是明星演法 一种是演员演法 香港以前的很多红星 都是采用明星演法 我感觉周润发 林青霞 很长时间都是用明星演法 大家都很接受 一点问题没有 认为他们演技很好 他们已经是明星嘛 可是到了某一个年龄 他们才会改用一个演员演法 就是真的真心从里面出来的 那种演法 现在也是演员演法的 非常好的演员 刚才他们如果按明星演法 都对了 按演员演法 那当然可以跳出很多骨头来 所以这个是有难度 不过没关系 这个是一个小考嘛 不过这个你们当一个尝试吧 我们现在要开始 要看你们能不能及格了 那你们先回避一下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你说的也对 他太有 太多人在想他了 我本来是想选他 演那个漫长的季节 但是我现在可能要挑回 没有被挑中的人 就我觉得其实你是对他 有更高的要求 你知道他会 我对所有人都是最高的要求 是对的 但是我倒没有看到他们俩那么假 我是觉得真的已经 尤其是那个动量 他能坐到这个位置 我已经觉得挺了不起的了 我相信如果说两位导演在指导的话 他们俩没有问题 就他的是有基础的 两个人是有配合的 这么短的时间 没有人指导 那你考任何学校 老是说马上演一个什么主题 没有时间跟你商量 那就是十个人 十个人往下刷呀 谁会给时间呢 从我们那么小 十八十九岁考学 就已经面临这样的 就淘汰了呀 所以他这一组 我们给不给他过呢 我不给过 我觉得可以过 我觉得可以过 那我也 都够了 那够了 那至于选人的话 你就收回了吗 我收回了 对 我觉得如果 给张栋梁 因为我看他 你有变态的角色找他 真的他好变态 我觉得让他来 挑战一下有点意思 嗯 我过了 哇 恭喜 妞妞 啥 下一组到了吗 下一组 下一组 下一任考核 准备开始考核 一 一 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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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了 情绪没了 怎么回事 已经演过三十遍了 现在已经是疲惫了 怎么感觉 因为刚才舒服了 已经演过三十遍了 是考虑太多了的事儿吗 对 就是我在想 我这个外形上 怎么跟这个 这个角色到底是 什么样的角色 如果说是那种小惠惠的话 我是不是不能这么乖 我可以剪一个 分头 就是看起来狠一点的 那我觉得是这样 就在你现在这个头发的基础上 你把它弄得更乱一些 或者是更皮一些 我觉得有需要的话 就剪短吧 那你觉得头发剪短 一时半会能剪好吗 不知道呀 我觉得 剪短会比较有那种感觉 你自己是觉得可以为了这个角色剪的 因为我们现场可能也没有发型师在 你可以帮我问一下 这个角色的感情都是藏在内心深处的 然后通过眼神去悄悄地释放 但是我真正做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还没有做到多少 你要剪头发 真的吗 我这个形象肯定不行 你去那边不 你去照镜子不 我调整一下去找你好了 我感觉黑色的床头发就 太太乖了 也不用特别的剪得特别的精细什么的 找一个那个人物的感觉就行 明白 反正我觉得我更贴合角色一点 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今天 哇一下就坏起来了 好很多人 我觉得他很拼啊 他把头发都剃了我都惊呆了 你怎么跟白天长得不一样了 你是剪头了吗 他是剪的 他真的剪了 他是真剪了 你这个是头套吗 是头套 我不跟我不顾他那么敬业 好拼啊 只是为了一个世纪把头发剃了 我就是现在很需要这样的机会 让自己做得更好 加油哥 老师们好 老师们好 你头发都剪了 很草率的剪了几剪刀 还蛮有风格的 是因为我们上午说 说你们三个都头发 发型一样是吧 然后他又戴了个帽子 好 来 两位请回来 糟糕了 我开始矛盾了 那首语是刚学的吗 刚学的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用 因为剧目也是随其分的 明德你是有能力表演的 可是刚才 最后那一点 好难受 好纠结 但是最后那个地方我没有看到 其实应该特别难过 但是我一点都没有难过 我觉得那个地方交代的不够很清楚 我早觉得真不容易的 您听说的 你在后面就是弟弟被抓之后的那些不够细 前面也没什么问题 那么短时间去拍一个这样的戏也差不多了 不过你们两个人比较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警超的演法 因为他除了那首语之外 眼神也掌握得挺好的 可能今天他这个剪头发什么都是很加分 肢体的那个缘我有看懂 所以他有点坐立不按 他那个脚会偶尔动向 我看到他心里面有一点活动 我觉得是好的 感觉他俩特别能演真的 这游戏好难演 能这样那么年轻我觉得也不错 警超很好啊 让我很意外 就是我需要思考一点 我应该思考的问题 我们要商量看你们能不能及格 好 能不能自己前几篇好 就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前就好 确实是 我肯定不及格 肯定不是我正常的状态 就可能状态不太好 可能就是希望下次可以做到及格以上吧 我觉得你肯定及格 我觉得警超其实蛮可爱 所以我很矛盾了 刚才警超又表现得挺好 所以我现在又想让警超来演 那我现在怎么办呢 我已经选了王枪了 那我要王枪 因为我这个角色没有办法 必须得是有年龄限制 你当然可以犹豫一下 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警超好 不是 但是名额是不是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我现在想选警超我怎么办 你跟我商量啊 换了没关系的 那你们已经通知了 那你们已经通知了 你再叫他跟他说通知 又把你换掉了 这老发生了在这个行业 对啊 常发生的这个行业 选了之后说你不行 老发生了 让他们提前感受 然后有选吗 对我就选警超嘛 警超演那个 演弟弟 换掉王枪是吧 对对对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